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话题 民主党内部对副总统哈里斯取代拜登总统的态度 在最近的总统辩论后 民主党内部对拜登年龄的担忧已经转变为恐慌 部分党内人士和盟友开始鼓吹替换拜登 然而,拜登尚未公开表示有意退位 即使他真的退位 民主党内部仍会面临谁来接替的问题 特别是副总统哈里斯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 YouGov的民调显示 四分之三的民主党人会支持哈里斯取代拜登 但这并未激发党内的强烈热情 共和党对哈里斯的支持更是少之又少 最终,如果拜登退位 民主党内部仍将面临新的挑战和争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民主党内部,对拜登总统年龄的担忧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 但上个月的总统辩论后,这种担忧迅速升级为恐慌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民调显示,许多普通的民主党人已经告诉调查机构 他们希望有其他人来领导选票 然而,这种讨论在辩论之前只是停留在闲聊层面 但辩论后,党内和其盟友的一部分开始积极鼓动要替换拜登 拜登本人尚未公开表示有意退位 相反,他引用一些民调数据来证明他仍然有很高的获胜可能性 那些鼓动取代拜登的人则认为,其他候选人同样有可能获胜 并且在选举日临近时,能更有效地对特朗普提出控诉 据CBS新闻与YouGov合作进行的新民调显示 这场竞选仍然更像是对特朗普的公投 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拜登支持者表示 他们是因为喜欢拜登而投票给他 相比之下,约三分之二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他们喜欢特朗普 拜登支持者中有一半只是反对特朗普 这意味着他们的选票可能会转移到另一个非特朗普的民主党人身上 这对于那些希望推翻拜登的人来说 挑战在于不清楚谁能取代他 尤其是谁能在选举日表现更好 并且不会让那四分之一真正喜欢拜登的支持者感到反感 无数民主党人认为另一个候选人可以击败拜登 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有了自己心仪的候选人 如果拜登真的退位,问题只会转移到新的领域 不再是关于拜登是否应该参选,而是谁应该代替他参选 最干净的过渡方式是拜登退位并支持副总统哈里斯 根据优格维经济学人进行的民调显示 这样的举动会得到党内的认可 虽然不会引发狂喜,但大部分民主党人也不会因此退缩 四分之三的民主党人表示,如果总统退位 他们会支持哈里斯取代拜登 不到一半的人表示他们会强烈支持他 然而,独立选民的支持度却非常低 只有大约一半的独立选民认为拜登应该肯定或可能退位 而在同一名条中,只有三成表示他们会支持哈里斯取代他 共和党人显然更不支持这一举措,但这主要是出于本能的反对 这反映了拜登被抽象的替换与被具体替换之间的区别 优格维要求受访者表明他们对拜登、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看法 拜登和哈里斯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数据相似 少于一半的人表示他们对任何一位民主党人有非常好的看法 相比之下,超过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对特朗普有非常好的看法 特朗普的部分支持肯定根植于他九年来作为党内首选总统候选人的地位 以及他在这段时间内有效地边缘化了批评者 这在本周的会议上非常明显 但重点是,民主党人看待拜登和哈里斯的反应大致相同 YouGov的问题显示,半数民主党人表示拜登非常关心像他们这样的人,哈里斯也是 四分之三的人表示,两位候选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关心像他们这样的人 近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表示,特朗普非常关心像他们这样的人 尽管他的总体数据与拜登的差别不大 YouGov还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哈里斯比拜登更有可能获胜 如果他获胜,他会是一位更好的还是更差的总统 在民主党人中,认为哈里斯更有可能获胜 更有可能失败或在选举中表现与拜登相当的人数大致相等 然而,他们更有可能表示他会是一位更好的总统,而不是更差的 共和党数据显示,他们非常自信哈里斯在对抗特朗普时会表现更差 他们非常自信,即使多年来一直虚假地坚称拜登完全不适合他的职位和或受邪恶外部势力控制 哈里斯仍然会成为更糟糕的行政长官 这种看法很难解读为其他任何东西除了本能的敌意 这些民主党数据对当前的辩论很重要 如果拜登退位,自然的替代者将是哈里斯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党内通常不确定这是否会带来积极的变化 许多认为他会表现更差的人可能心中已有自己偏好的非拜登、非哈里斯候选人 他们确信这些人能超越拜登和哈里斯 最终成为党内提名的候选人数量从零到一步等 这意味着无论如何都会有很多失望、悲观的民主党人 YouGov民调对讨论的基本贡献是没有简单的答案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对于民主党内部讨论哈里斯取代拜登的态度 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注意 首先,民主党内部对拜登总统年龄的担忧 已经从之前的闲聊转变为更加紧迫的讨论 特别是在最近的总统辩论之后 这场辩论显示出党内及其盟友开始考虑是否需要替换拜登 以便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民主党内对拜登的支持者存在两种主要类型 一种是真正喜欢拜登的 另一种是因为反对特朗普才支持拜登的 根据CBS新闻与YouGov合作的民调显示 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拜登支持者 是因为喜欢拜登本人才投票给他 而绝大多数是因为反对特朗普 如果拜登退位 这部分选票可能会转向另一个民主党候选人 只要这个人能够有效地对抗特朗普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被视为拜登的自然继任者 YouGov为经济学人进行的民调显示 如果拜登退位 四分之三的民主党人会支持哈里斯取代拜登 但强烈支持的比例不到一半 这表明虽然哈里斯在党内有一定基础 但他并未能激起广泛的热情 在独立选民中对哈里斯的支持度较低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只有大约30%的独立选民表示 他们会支持哈里斯取代拜登 共和党人对此则几乎全然反对 但这主要是基于党派本能的对立 YouGov的民调还显示 民主党人对拜登和哈里斯的看法几乎相同 少于一半的人对他们有非常好的看法 这与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强烈支持 形成鲜明对比 超过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对特朗普有非常好的看法 尽管如此 半数民主党人认为拜登和哈里斯都非常关心像他们这样的人 并且大多数人认为两位候选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关心他们 相反 近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非常关心像他们这样的人 在评估哈里斯是否比拜登更有胜算 以及是否会成为更好的总统时 民主党人内部意见不一 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哈里斯会是一位更好的总统 共和党人则非常自信哈里斯在对抗特朗普时会表现得更差 并且认为他作为总统会更糟 总体来看 民主党内部对哈里斯取代拜登的态度复杂而不确定 虽然他被视为自然的继任者 但并没有激起足够的热情来简单地解决问题 最终 无论拜登是否退位 民主党内部都会面临一些分歧和挑战 因为党内存在多种偏好的候选人 各自的支持者对党的未来路线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哈谢琪琪 我们都知道拜登的年龄问题如同那句古话 老当义壮 虽然他已经年于古兮 但他的经验和智慧是无可替代的 用历史典故来说就像周公蛋 他年事已高 依然辅佐周成王 治理天下 而哈里斯 他的经验相对较少 就像一个新手在考驾照 你真的放心让他直接上高速吗 楚天书 拜登的年龄不是问题吗 拜登现在就像一台老旧的蒸汽火车头 虽然有情怀 但你知道吗 1980年时 里根当选总统时也遭遇同样的质疑 但他却带领美国经济复苏 哈里斯就像一台全新的特斯拉 他有新颖的思维和活力 能带领我们走向更绿色 更现代化的未来 谢琪琪 你拿里根做例子吗 里根确实是年长的总统 但他并没有达到拜登这样的高龄 况且哈里斯的支持率在独立选民中如此之低 他能赢得选举吗 根据YouGov的民调 仅有三成的独立选民支持哈里斯 这就像一场球赛 你让一个上场连球都摸不到的球员去打首发 真的能赢吗 楚天书拜登就像是那只老虎 他的支持者大半只是因为反对特朗普 而哈里斯则是一只狡兔 他能灵活应变 至于民调数据 想想2016年的特朗普 他那时的支持率也不高 但最终却成功当选 拜登需要的不是一个彼得潘 而是一位有实力的副手 哈里斯正是这样的角色 让我们拥抱新时代吧 谢奇奇 我承认你的比喻有趣 但特朗普的民调当时虽然不高 却有着坚定的基本盘支持 而哈里斯呢 他能否像特朗普那样带来改变呢 更何况 拜登的年龄虽大 但他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并不差 反而展现了领导力 就像一位老将军在战场上指挥若定 难道我们非要在关键时刻换江吗 楚天书 你真是顽固啊 拜登的年龄问题不可忽视 他的健康状况如同一个随时可能熄火的柴油机 而哈里斯 他就像是刚上路的电动汽车 充满电力 准备大展身手 想想未来吧 我们需要年轻有活力的领导者 让我们的国家不在原地踏步 而是勇往直前奔向光明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好了 朋友们 坐稳了 让我们来聊聊这场接力赛 民主党内的权力转移吧 最近 华盛顿邮报 可是忙得不可开交 探讨着民主党的内部纠结 拜登总统 那可是个年事已高的老将 很多民主党人对他的年龄可是心存忧虑 这些担忧在上次总统辩论后 从小声讨论变成了全员恐慌 这些民主党人早就告诉调查机构 他们想要一个全新的领袖 但直到辩论后 这种想法才真正开始发酵 拜登 这位老将 还没有说自己要退位 他可是坚信自己的民调数据 觉得自己依然有胜算 但那些试图把他挪开的人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觉得其他候选人也有戏 甚至可能在选举日更能对特朗普发动猛烈攻势 毕竟 这场选举还是对特朗普的一次公投 根据CBS新闻和YouGov的调查 只有四分之一的拜登支持者是因为喜欢他才投票给他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却有三分之二是真爱 剩下的拜登支持者多数只是不想要特朗普 所以如果拜登退位 这票很可能转到另一个民主党候选人身上 问题来了 谁能接替拜登呢 谁能一在选举日表现更好 二不让那四分之一真正喜欢拜登的支持者感到反感 这可真是个难题 很多民主党人心里都有个理想人选 但是他们的心仪对象未必一致 如果拜登真的退位 那么问题只会从拜登该不该参选变成谁该代替他参选 最干净的过渡方式是拜登退位并支持他手下的副总统哈里斯 根据Yugov 经济学人做的调查 这样的变动虽然不会引起狂喜 但也能得到党内的认可 四分之三的民主党人表示 如果拜登退位 他们支持哈里斯接任 但强烈支持的不到一半 然而独立选民和共和党人的支持度可就低了 调查显示 大约一半的独立选民认为拜登应该退位 但只有三成表示他们会支持哈里斯 这并没有给民主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热情增长 Yugov 还问了受访者对拜登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看法 拜登和哈里斯在民主党人中的数据差不多 少于一半的人对他们有非常好的看法 而特朗普在共和党中可是人见人爱 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对他有非常好的看法 有趣的是 民主党人认为哈里斯是否比拜登更有胜算的看法也是 分歧很大 有些人觉得他会更有可能获胜 有些人觉得不会 还有些人觉得他和拜登差不多 不过 他们普遍觉得他会是一个更好的总统 至于共和党人嘛 他们非常自信哈里斯在面对特朗普时会表现更差 这种自信甚至超过了他们对拜登的蔑视 总的来说 这场民主党内的闹剧还远远没有结束 拜登如果退位 最自然的替代者是哈里斯 但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党内依然众说纷纭 有些人心里早已有了非拜登 非哈里斯的理想候选人 觉得这些人能做得更好 YouGov的调查告诉我们 没有简单的答案 民主党内部的这场鸡肋之战 真是让我们吃瓜群众过足了贪吃的瘾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